歡迎收看 深夜可以看 拜託 讓我們演樂破壞 破壞 拜託 這次就帶大家到了伊朗去 這是飛那麼遠 當然 中東 中東的部分 你平常有在聽音樂吧 當然 我可是音樂人呢 那你平常聽音樂都用什麼軟體 如果台灣的話 我可能就用KKBOX 對啊 我是用Spotify 然後像國外 國外可能還會有什麼Apple Music之類的 Apple Music 那你知道在伊朗他們有自己的音樂串流平台 它有音樂平台 有 就像是台灣的KKBOX在伊朗 他們叫做MeloBot 應該是這樣唸 就是在推特上面呢 就有粉絲把他們這個平台上面的照片PO出來 然後引發了大家的熱議 因為平台上面的女性全部都消失 消失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跟他們那邊的文化跟宗教有很多的關係 你知道一講我好像有印象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一些電視頻道 比如說在報導中東還是什麼 他們伊朗那邊其實很多女性都是要整個看討看名 那假設好 Lady Gaga一個巨星人單身那怎麼辦 對 他跟那個布萊德利庫婆合唱嘛 在那上面呢 變成只有布萊利庫婆一個人 你是說像這樣子嗎 對 哇 那我跟你講 那個電影要重新定義 叫做一個明星的消失 一個巨星的消失 一個巨星的消失 比如說TWICE 它就會變成TWICE TWICE 就是那個TT那個TWICE 喔 還在TT好老喔 他們最近也有出新歌 新歌 什麼Special什麼的 反正就是他們也會整個不見這樣子 對 我們台灣之光周子瑜在上面直接被磨砂 那他們怎麼會就很難想像他們長什麼樣子啊 對啊 就是他們只能憑空想像 可能想說 Lady Gaga可能是黃酒人也不一定 可能Lady Gaga講這樣子 對 或許啊 像我們製作團隊都是女性的工作人員 欸 對啊 像後面那邊就有兩個 對啊 後面就有兩個 我跟你講我直接拍一張照片出來看 如果放在伊朗會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放在伊朗會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放在伊朗的平台會變成什麼樣子 上賽報我們講的服飾會嘛 那這個禮拜呢 他們更誇張了 他們日本最近呢 在Twitter流行了一張馬賽克外框的照片 那聽說這個馬賽克照片呢 你不要看它一般很一般喔 它很神奇 你不要找這張照片 覆蓋在任何的照片上面 它所有照片都可以套用 它可以套用 它都會動 比如說像這張印度阿山的照片 這張照片你們可能左右搖晃一下 你會發現非常奇怪的動作就是它會 這樣這樣 我不會動旁邊 反正你們看到就是這樣子 日本的紳士們呢 紳士喔 他就把這張照片呢 放在一些比如說漫畫上 像這個框啊 就直接把它放上 因為他們很多動漫角色 對 比如說像這樣子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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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有一些 所以你知道這個關鍵就是叫什麼嗎 魯腰錯視 那其實也不僅是魯腰 不會 它其實可以放在各的部位 像剛剛那個 就在脖子的地方 脖姚阿 對啊 那可以放在什麼 屁股這樣 那其實在上面都有照片 不要覺得我很聖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比如說像我們 某人這樣 對啊 什麼 手姚阿 其實在2012年是有一個北岡名家的一個人 他提出來一個叫做跳動愛心措施的原理 有一個值得一提就是他2003年有創作一個叫群蛇亂舞的照片 這張照片一貼出來不得了 誇張了 我在找新聞的時候我看到兔 因為就像這張照片大家看一下 你會發現他在動你知道他整個照片 可是他是一張平面圖喔 但是他卻是在動 你知道Lady Gaga吧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Lady Gaga那一個 他在2013年的時候呢 他就看中這個畫風以及這個風格 他就找了北岡名家老師 一起來幫他創造那個專輯封面照就叫ARPOP 這張照片的圖也在這邊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他就是一模一樣的照片 所以我就覺得北岡名家老師也非常的厲害 那你也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呢 他們其實也想像力非常的豐富 反正那個馬賽克那個框呢 就可以給大家這樣自己玩玩看 你們自己去下來自己玩 你們就會發現我們所謂的 乳妖措施是什麼道理 市長有有有有有長官在質疑說 你的破萬點閱是不是會跳票 哪一家的 怎麼問那個問題 我們節目也才創立才剛創立而已 現在也才第三集 我不懂為什麼現在外界一直要 嗆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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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以前是雞蛋你挑骨頭 現在是雞蛋你跳鋼尼啊 市長鋼尼是什麼 在9月29號的時候呢 我們的職棒 永遠的23號恰恰隱退了 29年來 認識了很多媒體朋友們 謝謝你們今天 來做這麼多的宣傳 來讓支持我的朋友 兄弟朋友 知道我要贏隊 我真的太難過了 各位觀眾 恰恰 恰恰 為什麼你要贏這 9月29號我沒有辦法去現場 但是我看的新聞 真是痛哭六七 去現場也買不到票你知道嗎 因為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一場呢 創歷史新高吧 台中洲際棒球場破兩萬人 破兩萬的球迷 各位 掌聲鼓勵 比蔡依林還多 比小巨蛋還多 其實各位球迷已經都有心理準備 他就是要準備 對只是 我們一直在逃避說 啊原來這一天已經來了 對 他就是一個指標性的人物啊 他從19年來 其實我 等於是我們從小時候 因為其實我現在也猜 19多一點點 19多一點點 其實我們是很小時候 爸媽帶著我們去看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他那時候要隱退 我覺得有點難過 然後以及加上 其實他在棒球場外 他其實也對 也做了很多慈善企業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對於他 不光只是棒球場上認識 以及他場外認識也非常的多 而且他在10月1號的時候 拿到了 下半季的冠軍 所以各位觀眾各位球迷 有可能我們在總冠軍上 還會看到恰恰 拜託回來吧 提上這件球 永遠的23號 永遠的23號 打出全雷打的 最佳女主角 入圍的勇 王靖 返向 第56屆 金馬獎 最佳女主角 入圍的勇 柯淑琴 陽光普照 李星傑 細霧花園 可以講快一點嗎 恭喜以上入圍者 欸 怎麼了嗎 我的王靖呢 我的王靖呢 啊 不好意思啊 我看到中國的入圍名單啊 哎呦 Sorry啦 說好的反向入圍12項大獎呢 我前 昨天就在爬 新聞爬字號的時候 我想說奇怪 反向不是入圍的12項啊 為什麼這個入圍名單沒有 欸 不得了 又不得了了 因為中國他們就雖然沒有參與嘛 但是他們還是想要報道 像我們金馬獎 但是 他們竟然把入圍名單呢 譬如說 因為有反向都有入圍很多12項 但他們卻把反向 全部消失在名單中 譬如說 連劇情片 然後就王靖入圍的照片 他們全部以切割的方式 把它巧妙的 避掉了 是遇到音樂平台嗎 我覺得他們可以合作喔 入圍最大人家剛剛講的就是返校 再來就是還沒有上映的就是 陽光普照 然後第三名就是細屋花園 他總共入圍了9項排名第三 但你今年也會覺得有遺住的地方嗎 喔 有 我先講男主角好了 因為本身就是我有 本身我也是電影 想在看電影 電影咖 對就是我對於今年的男主角 我覺得最大一族就是 你知道黃河嗎 我知道他之前流長頭髮 之前演那個危險心靈那個小男生 那他現在長大 他演那個最乖巧的殺人犯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男主角 他的表演方式 跟他以往的形象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我會覺得 啊 就差那麼一點有點可惜 這是男主角的部分 女主角有 死亡之主 女主角 無可惜 我知道這部片真的是沒有入圍 真的是 他沒有入圍女主角 就真的很可惜 他打野草很兇 因為他演的也很 就是他演的就是很 很到位 很到位 然後整個就是 真的是好可憐那種感覺 無可惜這個人 他入圍了原創劇本 又編劇的身份 因為他這部片也是他自己的原創劇本 所以他也同時也拿到金馬的入場券 10月23號 在國父紀念館即將舉行我們第56屆金馬獎翻展典禮 然後到時候獎落誰家 就讓我們敬請期待囉 剛剛講完金馬 是11月23號的活動 還那麼久 好像也是喔 這禮拜六就是金鐘了 所以我們現在播出的時候 其實金鐘獎的得獎組都已經出來了 全部都出來了 那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年金鐘獎得獎的名單有 恭喜各位得獎者 恭喜你們 你們真是永遠電視人的驕傲 太誇張了 好的那我們今天深夜可能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最近人家說都卻很難唱 唱一下 路過了學校 花點 荒野到海邊 徘徊到繁華世界 才發現你被 恭喜你 Gin 你好